台北标38.3度创入下以来新高惊人有极端高温 受太平洋高压影响 台湾各地23日晴朗炎热 据中央气象局观测 台北市高温达涉事38.3度 是台北气象占今年以来最高记录 气象局预测 台北24日仍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 23日全台最高温出现在花莲域里 达到40.4度 新北市板桥为38.4度 新竹市是本岛当天唯一煤亮高温灯号的县市 气象局说 新竹市非盆地且因靠海 有海风调节 不易达涉事36度高温 夏日高温潮湿 民众即使待在室内也可能中暑 预防热伤害需留意身体状况适当休息并补充水分 欧洲热浪侵袭市位 西班牙葡萄牙于1700人热死 世界卫生组织 WHO 欧洲办公室22日表示 欧洲近来受热浪侵袭 引发多起野火 光是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有超过1700人死于高温 世卫欧洲区域办事处预料死于这波热浪的人数 还会进一步上升 呼吁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迁 另外 受气候变迁影响 冰冷的栖息地逐渐消失 导致有越来越多饥饿的北极熊到垃圾堆密时 俄罗斯北部边境居民近日通报一只北极熊舌头卡在炼乳罐头中 莫斯科动物园已派人救援 立陶宛驻台办事处十二分之九开馆可望设于国贸大楼 立陶宛经济继创新部政务次长聂刘贤纳接受立陶宛媒体采访时表示 立陶宛已决定在9月12日开设驻台湾办事处 据外国驻台圈人士透露 立陶宛驻台办事处可能会设于众多驻台办事处落脚的台北世界贸易中心国贸大楼 立陶宛媒体波罗的海时报The Baltic Times 22日报道指出 正在立陶宛访问的台湾立法院长尤锡坤表示 你邀请立陶宛国会议长西米利特出席立陶宛驻台办事处的开幕典礼 独家 役后首度访台采线日本观光团拟31日入境逛台北1019份 台湾在为迎接国际观光客做好准备 据交通部观光局规划 31日将有日本25人观光团访台采线4天 行程包含9份台北101级日本人在基隆经营的和服店就职等 这是疫情发生后 首度有外国观光团访台采线 相关人士告诉中央社记者 观光团成员以旅游业者为主 利用专案访台观光采线免隔离 其间将与台湾旅游业者及观光局人员交流 悠游国旅自由行补助已逾20万房肯丁南湾沙滩涌现人潮 悠游国旅15日上路后 据观光局统计 自由行旅客申请的住宿补助已逾20万间房 业者预估到9月补助就会用完 观光局长张錫聪23日表示 目前未考虑加码 暑假周末假日加上国旅补助 全台各地景点涌现出游人潮 小琉球与9000人次登岛 墾丁南湾沙滩也涌现人潮 即使艳阳高照仍不减兴致 蓝宇绿岛近日也是游客爆满 这两个离岛的用电需求大幅上扬 当地电厂也创下建厂以来最高发电量记录 中国财政恶化不仅公务员减星船医护5个月没拿到工资 香港网路媒体22日报道 中国辽宁省公立医院以5个月没发薪水 并击欠于20年的养老保险 此外 中国包括浙江与上海在内的多个省市近期陆续传出公务人员减薪的消息 幅度约2到3成 这些消息被视为中国地方财政问题持续恶化的迹象 CNN FBI调查断定华为设备孔阶段美核武通讯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23日独家报道 最晚从2017年开始 美国联邦官员便已调查中国在美国重大基础设施附近的购地案 并且关闭一个被美国政府视为间谍温床的中国领事馆 熟知调查状况的许多消息人士告诉CNN 华为的设备不但能截获商业行动数据传输于美国军方使用的高度保密电波 也能截断美国战略司令部的重要通讯 提供中国政府一个可用来掌握美国核武资讯的潜在窗口 翁企会货班化学界四面提奖表扬糖科学开创研究 中研院院士翁企会今年3月31日货班美国化学家协会的化学先驱奖 7月23日在传出荣获有机化学界四面提奖Tetrahedral price有机合成创新奖 表扬他在糖科学的开创性研究 这是研究复合糖及他们在生理学与疾病生物学扮演的角色 翁企会表示获奖是莫大光荣 并将持续努力解开生物糖基化如何影响疾病 以及最终如何治疗这些疾病 南投普里鲤鱼谈种蜜原植物富裕蝴蝶有成累计记录万只飞舞 为在线普里镇蝴蝶王国美景 普里鲤鱼谈周边业者自104年起投入蝴蝶富裕工作 每年种植超过2000株蜜原植物及食草 至今种植于14000株 吸引于万只蝴蝶七席 23日再度邀热新民众种下蜜原植物 期待更多人响应富裕行动 让更多蝴蝶现身园区自在飞舞 戴资营领衔三组人马晋级挑战台北宇赛最多冠记录 台北宇球公开赛23日进行四强赛 台湾一姐戴资营一哥周天成 以及男双林洋配王麒麟李洋三组人马晋级决赛 24日将寻求赛时首次地主包办三冠的新记录 回顾过去赛时 台湾球员以五度包揽双冠 23日女单上演台湾内战 戴资营已直落二击败交大学霸许文奇晋级冠军赛 周天成轻取马来西亚好手宋俊伟 决赛将对上日本21岁小将奈良刚攻 挑战生涯在台北宇球公开赛的第四冠 王麒麟李洋以2比0击败马来西亚组合文新元黄天起晋级 这是他们本季首度闯进压轴冠军赛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六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世界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赛